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河南的浙江省海宁市境内至今流传着具有南宋风格的古典剧种海宁皮影戏 如今距离杭州亚运会开幕已不足百日 你是否想过当海宁皮影遇到亚运 一股一惊两种文化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通过海宁皮影戏加新世纪传承人徐卢彦和他学生们的努力 这一愿望终于被实现 在徐卢彦等人结合亚运会热门项目创作的皮影戏中 将海宁皮影独具特色的文化底蕴与亚运会热门运动相融合 幕布上的皮影角色或射箭或击剑或举重 动作灵活有力 通过飞翼文化别样呈现竹梦亚运的精神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工 为了让形象更加逼真 从绘图到简形再到勾线上色缝制等 每一件皮影道具的制作都要经历多个工序 经历不短的时间 徐卢彦表示 希望他们的作品可以为亚运健儿加油鼓劲 赛出好成绩 粉素又称米素 在汉代时就已出现 是用煮熟的米粉团为原料 通过揉 捏 掐 刻等多种手法 制成各种人物 走兽 花鸟的民俗工艺 在海宁 有位最新鱼粉素四十多年的师傅 名叫陆毅飞 在他会跳舞的手中 一块普普通通的面团 都将变得栩栩如生 如今正值亚运会前夕 陆毅飞开始最新与亚运吉祥物的粉素制作 几块普通的粉团 在陆毅飞的手中稍加揉搓捏 便塑造出了吉祥物大致的轮廓 然后他用竹针 压 按 点几下之后 法式衣裳的细节也逐渐显行 不一会儿 一个微妙微笑的连练就跃然指尖 令人未知较绝 洛毅飞表示 希望通过这些亚运吉祥物粉素作品 让大家体验家门口办亚运的浓厚氛围 也激发人们对粉素记忆的传承和保护